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珊珊的国会办公室 那么包括了媒体很多的记者 包括国会助理的全面在围观当中 黄珊珊说这是子虚乌有 她说媒体应该要查证 唯恐天下不乱 这就是第四权吗 而第四权应该要有她的自律 她的守则 她强烈的提出抗议跟谴责 后来证实是误传 检调锁定是同属在立法院中心大楼 就是民进党级立法委林怡景的办公室 展开搜索 而办公室也低调证实 林怡景的办公室的确遭到了搜索 好这是林怡景的办公室 带着我们回到政治现金的风暴里头 来川哥午安 大家好 我看到你非常密集 在所有政论节目当中 巨蜥蜜蜜 去谈到了这次政治现金风暴里面 一些嘰嘰拐拐 非常光怪陆离的事情 我今天想从一个结构性来思考一个问题 第三党 其实在任何的国家任何一个政党政策当中 第三党总是有它的存在的空间 以台湾来讲大概至少有15%的存在的空间 可是演变到现在 柯文哲所带领民众党第三党 所带给的台湾 看起来其实是有一点点面临到 所谓的存亡的危机 如果以过去新党跟亲民党 他们所存在的势力 都慢慢可能走向泡沫化 而第三党存在让很多人去追随 很多人在这个蓝绿之外 有第三党的一个选择的同时 事实上暴雨非常大的一个期待 如果这个政党很基本的 第三党存在的道德价值 面临到空前挑战时 你更加去怀疑 这个政党会不会也真的走向泡沫化 我想最近我们看到非常多他的账目的一些问题 你会发现一个政治人物 你的账 你带你一个政党 感觉是走向一个欺骗 全面性以欺骗 来纳取你的政治声量 来博取你的政治的支持度 包括最近看到也说不清楚 就包括他的太太陈佩琪 我想陈佩琪未来面临到 这个司法上的一个追究 其实免不了的 只是身为一个公务人员 身为公务人员长期以来 你十多年来二十多年来的公务人员当中 你现在说为了三十岁的儿子 去看一个一点二亿的豪宅的房子 这些种种的发展 我想让这些支持第三党的支持者 不管是企业家 不管是白领阶级 甚至乔草们 其实是令他们难以去理解的 来这样整体的发展呢 川哥怎么看 其实台湾出现过好几个第三党 就是说从最早的新国民党连线 从国民党出走 就赵绍康 郁木铭 陈奎淼这一批 后来他们组了新党 在这一个第一次的台北市长选举的时候 他们出现 他们当时其实吸引了部分的台北市的中产阶级 白领高学历吸到了新党去 当时他们新党是有很多立委 后来也投入了县市长的选举 比如说赵绍康这种政治明星 他还是有明星 可是他们并没有归于某一个人 这是新党 那后来成立了亲民党 亲民党是宋楚瑜 可是宋楚瑜下面是非常多省议员 那他当时是因为国民党提名连战 他决定自己出来选 可是当时选总统大选的时候 亲民党是一度啊 宋楚瑜是一度连战的 如果不是就是那个新跳案嘛 那后来他们两个都败给了这个陈水扁 那后来就出现台联 那台联呢 台联更特别 台联就是李总统 那李总统下面提名的这些立委 都是我可以说都是哦 国民党跟民进党没有被提名 就他们当时有些争取国民党提名 有些争取民进党提名 然后没有被提名的 后来组成了所谓的台联 刚讲这几个政党存在的时间都非常短 其实他们现在党名都还在 可是已经没有这样的一个实际 对台湾政治有什么影响力 后来亲民党宋楚瑜跟连战合起来一起选的时候 那时候亲民党就注定泡沫化了 可是台湾的选民蛮特别的就是说这个 我们所谓中间选民其实蛮多的 因为当狼律都被逼到统独的两边去的时候 当时是逼到中华民国跟台湾 那现在是被逼到这个亲中 或者是说这个什么抗中宝台 这两端的时候中间还是有一批人 他们觉得这个选国家的领导人 国家的总统未必要去谈这些课题 而且要去注重民生 注重这个人有没有青年 所以才让民众党串起来 那民众党现在串起来 一开始当然就是柯文哲一个人 你看民众党现在柯文哲一个人之后 下面那些立委我们几乎念不出他的名字 那后来两个靠航的 我把他自己弄为靠航的是黄珊珊 跟这个黄国昌 黄珊珊小金姐也知道他入党几年 他2022年好像都还没有入民众党 他选台北市长都没有入党 都没有入党 他入党一年半 然后现在被停选三年 黄国昌入党更少 更短 更短 和他们两个现在是民众党的 就是说如果这个时间没爆发 他们两个是民众党所谓的切斑人 那这一次的柯文哲的风暴一下来之后 柯文哲原来在2014年给外界的印象 就是一个台大医生 这个因为MG149 然后被欺负被打压 后来他把出来选所谓的白色力量 然后民进党也都支持 我们很多人都支持过 很多人都帮他讲过话 2014年 那后来他前几年的执政也都不错 我就把台北市弄得也有声有色 可是后来他就开始出现了一些市政上的问题 最近被爆出来什么 几大案三大案五大案 最后都是钱 最后都是钱 就是第一个被定位说他处理的特别案子都是钱 这第一个 第二个他竟然选这一个总统的时候 这个账目会长这个样子 那你说他说他第一次选总统 可是他选过两次台北市长 前两次台北市长为什么没有这个题目 为什么没有人去质疑台北市长的账 2014跟2018两次台北市长选举的账 没有人质疑过 黄珊珊选台北市长的账 也没有人质疑过 那柯文哲现在选总统 竟然被质疑 然后我们竟然现在才知道说 他的总统大选作账跟会计师是同一批人 这个是你无法想象 也许可以说他便宜行事为了省钱 他给这个会计师7万块 给那个作账的2万块 然后要弄一个总统大选的账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所以我们没办法想象说 他为什么会做出这个决定 那既然这个账被乱做 假设被乱做 那就出来讲清楚 其实他那个账因为网路都可以下载 大家就开始办科难开始找 那这里头当然就有很多的失误 像今天我就看到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就同一家餐厅 同一个时间 有两三张一模一样的发票 你说这个key的工作人员是key到一半跑去上厕所 回来的时候忘记那一笔已经key又再key一次 继续再key 可是为什么会那么多呢 这都很奇怪 好 那这些账他也讲不清楚 然后两天出来开记者会 说我有20块的银行汇款没有汇 我有计程车的钱一两百块没有汇 你跟大家讨论这个20块一两百块 你到底要解释什么给大家听 所以钱就搞不清楚 那钱搞不清楚这个金华城这些案子 又跟财团有关 那这些好 这些大家就好 大家影射 大家怀疑 大家猜测 大家合理判断 黄珊珊的角色 柯文哲为什么这个 在那个疫情期间还急着在开这种会 然后开了这个门 让都委会往前跑 也许大家都可以怀疑他 可是我觉得很致命 就这两天非常致命的是他的太太陈沛琪 陈沛琪平常喜欢讲真话 他就要帮他儿子弄公司 改了三次的说法 你认为他FBA的发文都是在说真话 我觉得他都说真话 对 然后他说真话 他第一个讲说他儿子开公司 是因为他是公务员 他不可以开 那你应该写出来 你还说对 所以我用我儿子名义开 其实他当时这家公司 设在台坡的二楼 对 南京东的三段 你也只能说 他开这家公司不知道干嘛 就没了 这句话就没了 那你为什么要跑出来说 那是你要开的 然后其实他都开在二楼 开在那个台坡同一个地址 那儿子三十岁 三十岁设一家公司 不会有人有意见的 台湾设公司 他才资本有才十万 你说他儿子三十岁 拿十万去开户 邮局银行也不会觉得你很特别 就是十万块嘛 那所以他又跑出来 然后连三次的讲法又完全都不一样 是 然后人家问他连医 这个有没有兼差的问题 他竟然 这种很简单吗 他就说我没有就好了 就是我没有啊 我也不相信他有你知道吗 就是说他当个公立医院的医生 他要去哪里兼职 假设他在别的医院也在看诊 那一定有别的医院的病患 说有这个陈贝琪有在某某诊所 有在特别门诊 那个很快大家都会知道嘛 他竟然回答说 我没办法叫一万几万家的公司 通通开我没有在那里兼职的证明 没有人要叫你开这个 就是说你只要讲没有就好了 那想我有的 你就拿出证据来说 我在哪里兼职 我在哪里领过钱吗 为什么要去弄这个 好这个之后呢 跑去看房子 你跑去看房子 按照现在台北市新北或桃园 你去看房子 对一个30岁的年轻人来说 你去看一个人家可以接受的价格 那没有问题 譬如说你去看一千万的 看两千万的 甚至看三千万以下的 我觉得台湾社会都可以接受 就是说因为你们夫妻有钱 那因为你又是医生 每个月可能几十万的收入 那你想要买房子 或者帮儿子出头期款 出个几百万 这个社会都可以接受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就是第一间房子都是父母给了一笔钱 后面贷款自己付 对 可是你看的是一亿多 然后他说他不知道那个一亿多 小金姐一亿多的房子 可以随便按门领说我要看 你去找仲介 然后说我准备买三房两天 仲介第一句话会问你说 那你要买多大了 你有多少预算吗 我要带你去看五千万八千万一亿 还是看两千万三千万的 那你要不要看中古屋 你要不要看那个老公寓 一定都是问这些问题 问好他跟你讲说我现在带你去看 然后他一定会讲说这一栋大概一亿多 很好怎么样怎么样我带你去看 所以他知道他一定知道 其实看房子的高低看豪宅 你是看一般的中国屋的房子 两三千万或者是四千万五千万 乃至于上议员 说真的这不犯法 那你也不需要有罪恶感 但是你不要顶着 你不要顶着 我好像非常的居住正义的这个大旗 然后要帮这些年轻人争取 他们的居住正义的一个权利 问题的关键在于就是说 一个公务人员 那钱从哪里来 我觉得你必须要很坦诚 布公去告诉大家 1.2亿元的房子可以看 2亿元可以看 3亿元都可以看 那只是我们会去思考 当1.2亿元他是个豪宅 你必须自备款要有7200万元的时候 身为夫妻俩都是公务人员 也许你们理财有道 这个都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我觉得我在乎的是说 柯文哲跟陈佩琪这对夫妻 你们一路走来 是不是行遍天下 完全一路 你现在的资金 这些都看出来 又是一个来路不明去路也不明 然后1.2亿的房子又让我们看到 你过去顶着这种居住正义 然后动不动去骂这些豪宅的房子 背后的怎么样怎么样 这跟他现在所做的行为完全不相符合 我们所看到其实欺骗两个字 我相信这是一个现在的支持者 你不管是企业家 或者是这些白领阶级 甚至年轻人这些小草们 感到非常痛心的地方 你觉得这样子发展下来 说真的如果一路都在演的话 现在有多少演员可以演 陈佩琪我想你被司法追诉 包括这个小草咖啡厅是免不了的 再加上我们看到民众党 因为一方面当然政治现金 昨天在召开中平会当中 邀请那个就是说 竞选总部的总干事黄珊珊 总共有三人出席 最后黄珊珊出席说明有两个小时 中平会的主委叫做李伟华 李伟华说他们决议将当时总干事的黄珊珊 谈调停权三年嘛 包括停权有中央委员职务 还有立法院党团副总招的职务 全部都停职 那个时候的财务长李文宗 还有会计师端木正则是开除党籍 停权三年当然牵动民众党 2026年的地方市长的一个布局 代表他无法代表民众党在参选台北市长了 如果从头到尾都在演的话 还有多少演员可以陪着柯文哲继续演啊 黄珊珊恐怕你觉得他未来的政治前途还会有吗 因为我觉得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画面 就是说接下来如果有小草的聚会 有这种中型的造势活动 那站上那个舞台的柯文哲要跟大家讲什么 是 然后黄珊珊要跟大家讲什么 讲说我们这个政党很好 然后都是被打压 都是被媒体垄断 因为我们没有电视台 然后我们没有名罪 然后一个小小的事情就被放大 然后赖清德没有吗 侯友宜没有吗 如果继续讲那一段去 下面的这个小草会越走越多人 就大家就离开了 因为你看不到一个讲事实的这一个政治人物 其实政治人物诚信是重要的 不能说谎是重要的 青年是重要的 我简单举一个例子 今天我们在讲说 譬如说林胜文 林胜文今天如果去看一个一亿的豪宅 我们不会讨论啊 因为他家本来就有钱 那他这几年也没做工职 他在做他的生意 他赚多少钱我们不会知道 所以他去看豪宅我们不会怎样 可是柯文哲你给人家的形象就是 你不会是住豪宅的人啊 就像包括他现在住的那个房子 假如他现在住的房子五六千万 在台北市 那样的一个屋领五六千万是合理的 他就住在那里 你也不能苛责他说 两个都是医生 然后人家住五六千万 你说你怎么住那里 你为什么不是住公寓 那可是你给人家形象就是你很节俭 然后现在整个被幻灭 幻灭了之后呢 柯文哲怎么面对这些小场 你不能再讲说媒体对你怎样 是你们真的去看了这个房子 你如果说吃饭饮饮乱看 跟着一堆人去看 你说没有那是我朋友要看 我陪他去看 那就算了 有时候我们朋友想要去看豪宅 我们没看过那种大豪宅 我没想说跟人家去看看 可是跟我们没有关系 可是他又自己讲说他是要帮儿子 要买房子给儿子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接下来 这个40岁以下的这些年轻的族群 包括这些小草们 这些小草们可能平常的薪水上班族 在台北的上班族大概四万五万 如果两夫妻结婚十万 十万如果要叫他拿个 五万以上出来还贷款 他们生活就吃紧了 可是他们现在看到 哇我们认为这党主席是怎样 我觉得这个党 从柯文哲开始到黄珊珊 他们的政治上的诚信跟钱 理不清的这种 这个党我看差不多了 那你说黄国昌 黄国昌是靠航的 黄国昌的支持者跟柯文哲 是不一样的 他们是靠航的 所以等到这个党不行的时候 你说黄国昌进来 然后跟大家讲说 请支持继续支持民众党 那他前面那一句话要说什么 说柯文哲很可恶 但是你们要继续支持民众党 他也没办法讲 所以我不认为这个党 接下来还有什么多大的发展 但是很重要的是 回到我刚刚讲的 台湾还是有一批人 至少30% 这一批人真的不喜欢男女 他们真的 阿伯会出现是因为 是一个救世主 就那个样子是一个救世主 大家跟着他走 可是这群人现在这30%的人在等 等下一位是谁 我觉得这一群人也不会往南 往绿靠 可能总统大选的时候 他们会往南绿靠 因为听得到国家的时候 会往南绿靠 可是平常包括这种什么 县市长 县市议员的这种选举 大概就是他们 我觉得他们会比较光望 是 就没有政党的倾向那么剧烈 那所以下一次的民众党的 市长跟县市议员的选举 我判断应该都很惨 第三党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 其实道德 当道德这样的核心价值 已经是一败涂地的同时 这个党会不会面临到 泡沫化的危机 我请教阿川的事 你怎么样看柯文哲 跟黄珊珊之间的关系 有人说在2022年 在台北市长选举时 黄珊珊需要柯文哲 来帮她竞选台北市长 而在2024年的总统大选呢 就是柯文哲需要黄珊珊 这个有外省背景的 所谓外省挂 来支持她 来参选这个总统大选 两个人互相依赖 互相支持 可是从她接任台北市副市长 所主导的一些案子 跟柯文哲现在被引爆 这些案子来看 你发现这两个人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不只是2022年 黄珊珊需要柯文哲 2024年柯文哲需要黄珊珊 两个人利益共生 现在也形成另外一个共犯结构 可是大架构你看到的是 柯文哲似乎无法割舍黄珊珊 而黄珊珊现在的处境里头 被停权三年 形同无法代表民众党 来参选台北市长的同时 她立业党团的副总召 也完全完全被暂停了 这样的一个人物 现在在仅存的民众党的重要人物里头 面临到这样的一个处境 这样的一个党还有多少人 除了柯之外还有黄珊珊之外 谁还能引领这个党继续往前走呢 来这样的一个态势 阿川怎么看 黄珊珊原来是市议员 她参选立委没选上 那柯文哲把她从市议员 变成了副市长 这时候是柯文哲非常需要黄珊珊 就黄珊珊会抓来一群 我们讲说这个眷村 或者是这个第二代的这些支持者 第二代第三代的这些支持者 那柯文哲这一个比较本土的 本土的设计人 之间能够结合就互补了 可是黄珊珊当然知道说 是柯文哲需要她 所以他们在市府的相处模式 柯文哲不太敢理黄珊珊 不太敢 真的一个正负的那种感觉 而是他们是就各自去负责各自的事情 因为柯文哲下面的另外的副市长 全部是事务官 比如说什么彭真生 就是这几位很多副市长 他们其实是这个事务官的性格 所以他们会听市长 可是黄珊珊是选举出来了 所以她去做她的事 所以如果现在人家扯到说 金华城跟她有关 那也可以理解 因为金华城不可能在 黄珊珊当议员的这段期间 金华城没有找过黄珊珊曾经 所以这个案子可不可以 黄珊珊当然非常清楚 她也知道是政府运作的模式 好 然后等到这个柯文哲卸任 她希望有人来接班的时候 她又需要黄珊珊 刚小军姐说是黄珊珊需要柯文哲 柯文哲也需要黄珊珊 因为柯文哲不想要放掉台北市 我告诉小军姐 就是说每一个当完市长的人 最后都会认为她有影响力 就她卸任 卸任她都觉得她有影响力 都觉得她自己做得很好 所以她想要有人接班 然后延续她的成绩 可是柯文哲的这个算盘 就黄珊珊没有接到这一个 接到这个选上 之后呢 他们去弄了这个 黄珊珊就去当了柯文哲的 选总统的总干事 当总干事就算了 你还自己当部分区 然后你部分区你还当第一名 是 对 照道理来说 你当一个总干事 你可能要排在那个 刚好要上不上的边缘 然后你就顺便吹票 而且在战略上就是 我自己想当立委 我当总干事 我当然奋力地把我自己顶上去 那你在那个最前面的位置 大家想说 反正柯文哲落选 你也是立委 那个领导的力道就差很多 那现在的状况就会变成 黄珊珊被扯进金华城 黄珊珊被扯进现在总部的帐 那他还会有政治生命吗 已经没有了 其实很难想一下 我在想那种画面 就是我刚刚提到 他站上那个舞台 他到底要跟小嫂讲什么 就没有话可以讲了 连每天要固定召开记者会 在今天都喊停了 你黄珊珊每天召开记者会 喊停之后 你未来是要靠谁 你要靠民众党的 当时竞选总部的发言人 陈志涵一个人吗 独揽目前的状况进行危机处理吗 陈志涵可以吗 没办法 连一天的每一天的记者会都喊停了 我想就是现在最知道里面的藏人 是 当然就是这个李文忠 李文娟兄妹 交会计师 嗯 他们三个才看得懂 是 他们三个才看得懂 那先发票 那你觉得民众党还有什么 今天发生一个大事 就是民众党所提名的新竹市长高洪安 对 跟这个翁达瑞 我相信Gram 你从我们所调出来的VCR里头可以看出来 翁达瑞当时在庭上里头 他提出的多少的一个证据 反驳高洪安的一个指控 而因为这个案子非常有趣 就是说高洪安 控告翁达瑞诽谤 翁达瑞反过来控告他 所谓的反诬告 今天等于法院认证了 就是高洪安你明知道 你的信息大提 你的论文是抄袭 国客会的相关的一个报道 你明知道 然后翁达瑞告你的时候呢 你还是又告他 所以翁达瑞等于 今天我觉得法院里头 一方面认证 你的确你的论文是抄袭 二方面你明知道你的论文抄袭 你还想让翁达瑞陷入 司法的一个刑事处分里头 这个才造成说今天后来被判决 他被判决十个月是确定 而且是不得一颗罚金 身为民众党提名的新竹市长 如果高洪安的处境 现在都是这样子 那我不知道 柯文哲 高洪安 当然高洪安长期来被认为 比较是郭台铭的一个势力 那郭台铭当时的参选 我也觉得很奇怪 有人可以让他参选 也可以有人让他不要去参选 对 所以连高洪安 这个棋子在民众党 哪一个提名的重要性 都像一个处境 那未来民众党呢 就是 就是 民众党现在两个县市长 一个是金门 对 然后一个就是新竹 这两个现在都有案了嘛 而且都被判刑了嘛 翁达瑞教授 这个案子是蛮有趣 翁达瑞教授 他 他不是 他不是用电脑跑的 他是去比对的 对 他是去拿那个期刊 不管你那个期刊 是自我抄袭 或者是抄袭别人的论文 当一个教授 他一看就知道 我们教授在看人家的论文 一看有没有抄袭 这段文字我在哪里有看过 其实找着很快就找到了 那 当时高文安会去告 当然是在政治上的攻防 是 就是说你告我我告你 那似乎就是 就是叫自己证明说 我很清白 是你乱讲 可是 现在今天网友在讨论说 很少告人家诬告罪会成 除非你这个被告的这个人 他很清楚知道说 我就是犯这个错 但是我还是要告你 那所以 之前说政治上只有林医事 林医事被判过 五个月 可是高文安这个案子是 你明明知道你自己是抄的 除非高文安说我不知道我抄的 那就代表那本不是他写的 也有可能是这样 但是他也要回头去问 当时帮他写的人说 你到底有没有抄 所以高文安现在也没有什么诚信了 那我刚讲说黄国昌他就靠行了 那其他那几个都被赶走了 都不在党中央了 比如说 黄国昌现在好像还在国外 对他现在在民主党的那个大会 那他就是站在他的角度来看民众党 那你说整个民众党的战场清理完 他有没有机会回来 变成是民众党主要的领袖 我觉得也很难 因为这些小草们 他们是跟着柯文哲 他们不是跟黄国昌 很简单你要知道民众党的民调 这次不是调的很惨吗 那这一次的前一次 前一次为什么也低 是黄国昌 黄国昌2月1号开始当立委 把民众党整个支持度往下拉 拉了一大截 柯文哲事情再往下一大截 大家都忘记了 这样子看到柯文哲往下拉 可是大家忘记了柯文哲的那个数字是怎么来 是上面有一个叫黄国昌 他们把他往下拉了 跟民众党原来的支持度差很多了 这样往下拉是因为立法院的那些表现 大家都忘记 那个是黄国昌造成 所以黄国昌现在如果要跑回来 说换成我 大家就会讲说 这是你把我们先害惨了 怎么会换成是你 可是你现在放眼望去 民众党就是没有另外的人 我觉得这个困境有点像当年的台联 包括我觉得新党 跟宋楚瑜当时清明党的泡沫 都有这样的情形 从柯文哲 从黄珊珊 从黄国昌 包括现在在新竹市长的高宏安 一个第三势力的存在 事实上道德这是非常基本的核心价值 因为这样子背后有一群的追随者 他可能是一般老百姓 可能一般年轻人 一般的金主 一般的企业家 或者是白领阶级 但是当道德已经沦丧的同时 甚至一败涂地的同时 这样的第三势力在台湾 还玩得下去吗 谢谢川哥 也谢谢 非常谢谢在 所有在线上的观众朋友 持续锁定小军超级plus 在这两年当中 我要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 我们的确积极规划 这两年两周年的见面会 在这两天 我们的订阅户也突破了35万 这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 我说过去在新台湾加油 我必须要累积到10年 10年 我可能才能够攀升到10万 15万 20万 20万都是在大概12、3年的光景 而现在在这个两年的光景里头 可以让我们订阅户来到35万 我相信它的意义是非常非常多 但是最终我要谢谢在线上 海内外的所有的观众朋友 其实我每次走出户外 都有一个很基本的想法 我知道很多观众很想念我 很多观众他现在还不知道 小军姐在YouTube里面 成立这样的频道 所以每次走到户外时 很多人呢 还会告诉我说 啊你现在是早去逗云 到底跑去哪里 我好想念你 很多人说着说着 那 这个很多还是步履蹒跚 满身的这些 不管是比较年长者 而他们在落下这个眼泪同时 其实也深深让我心里有更复杂的一个情绪 当然走这条新闻这条道路 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这也是我非常喜欢做的事情 那么更让我觉得很感动的是 有你们一直在力听着我们 所以在两周年的见面会当中 初步可能会规划在十月份 在高雄第一场跟大家见面 也希望呢 呃大家可以踊跃来报名 那至于用什么样的报名方式 我这几天跟制作人 那我们好好的研究之后 会公告给大家 也希望大家透过见面会当中 提供给我们更多的意见 当然这两年当中更谢谢像川哥 无数来自于海内外 这一些精英的 呃时事评论家 带领我们这个频道 走向一个跟传统媒体 不一样的一个平台 我们继续会去加油 谢谢你们 我们再会 谢谢川哥 我们再会拜拜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